这个事震惊了全世界 你就52年的事 结果英国在那个之后发现 这不治理不行了 它用了什么办法呢 首先一个就是 把大型的污染度强的工厂搬出去 就不要在市区里集中 搬到外边去 然后对你这个环保的指数 包括处理污染的方式 政府都有严格的规定 再一个采用经济杠杆的方式 就是说你这个汽车多了吗 那好 每个汽车只要进入伦敦中心区域 城里边 每辆车交五英镑 交通拥堵费 在2008年又调整到25英镑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极大程度地改善了 伦敦的汽车拥堵情况 汽车尾气排放现象 也相应就减轻了 就它用提高这种 交通拥堵费的方式 让你少开车 然后说罚这个钱 或者交上这个钱 干嘛用来呢 它用来补贴公共交通 保证公共交通 它污染度低 能承载更多的乘客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英国呢 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而且当时老百姓也意识到 我不能再这么干了 你包括 有的人自卷就少开车 有的人就自卷的 尽可能少烧煤 做到环保 做到这种绿色雏形 所以政府和老百姓 合在一块 现在伦敦治理得不错 要真是不行的话 那不可能 2012年奥运会在伦敦开 它必须空气质量达标 伦敦碰定思痛 走过了一条艰难 却卓有成效的治理之路 古都伦敦成为历史 那么伦敦经验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 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一说到奥运会 有的朋友说 对了 你说中国现在这 雾霾天气污染这么厉害 那咱怎么2008年 北京奥运会时候 那国际奥运会主席罗格都说 北京这个天气完全合格 甚至对北京未来产生良好影响 当时北京的天气状况 确实合格 我那时候奥运会 就在北京报道奥运会 我是知道蓝天白云 那二十多天 好得不得了天气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 你就不会按照2008年来吗 很难复制 为啥 2008年有这么几个优势 头一个呢 它把污染大户 你像北京手缸 直接给牵住去了 这是事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起到很大作 第二个 大家记不记得 08年会 整个过程都是单双号现行 车咔嚓就少了一半 这汽车尾气又解决了 再第三个呢 当时是夏天 咱们用不着烧煤 所以它也就煤炭污染 相对比较少 你像最近一代 很多北方城市 雾霾天气多 这不就天冷吗 烧煤取暖吗 一下子把这雾霾天气 给带上来 所以那时候 北京安会夏天 它用不着烧煤 在第四个呢 当时北京安会那时候 是夏天呢 它不像秋冬时候 秋冬时候 它这个雾比较大 那夏天没有雾 所以这么些原因 合在一块 北京安会当时天气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为什么说无法复制呢 你说你单双号现行 那咱们就得提出个疑问了 我花钱买了车 车船购止税一分没少交 交腔险一分没少交 所有费我都交了 凭什么 我掏钱买车 我一年只能有一半时间 180多天上到的 所以这只能是 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它没法扩散到 一种常态范围